台北地检署侦办了柯文哲疑似护航金华城的案件 约谈了多名的都委 包括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女儿宋正麦 而如今在报呢 包括了宋正麦在内 有多名的委员曾经反对提高容积率 但这些委员呢不是被撤换 就是在最后一次的拍板会议当中缺席 推播时间交给杰安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现在可以说真的是蜡烛多头烧 今天一节推播就来带您关心的是金华城案 柯文哲在被爆出他曾经担任台北市长的时期 曾经提高了金华城的容积率 从560%一路提高到了840% 涉嫌土地金华城上百亿元 现在检调也大动作的来进行来调查 包括是从12号开始来陆续来约谈相关的人事调案 不过我们就来带您关心 大家现在就想知道的是这些都委 还有柯文哲到底有没有土力 当时其实柯文哲对于为外面来说法的是说 他说对啦 土力 但是有哪个地方不合法吗 民众党当时也出面来帮忙还家 他们解释的是说 在合法范围内提供协助 让北市府可以顺利推动 为了是让市民得利 好 大家说的土力 但是在他们口中却变成了在帮市民得利吗 好 媒体人就表示了 其实关键到底能不能定罪 主要就是在于法条上 因为都市计划上的土力 其实并不代表是犯土地义 最基本的构成要件 其实是民之违反法令 也就是说你要有主观的意识来犯法 来知道说明明就是在土力 却还持续这样做 所以其实不只是柯文哲 包括其他都委 同时也要来进行的调查 而柯文哲过去其实也有说 他说他自己并没有权管辖 这个是都委会的共事局 但是同样也被曝出了 他在2020年的时候 曾经都发局发的公文 上面却是有他的亲自盖章 所以也让人质疑 难道柯文哲在这过程当中 他真的没有施压吗 因为现在也被曝出了 在这金华城的案件之中 他们中间开了很多场的会议 但是其实有部分的委员 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认为不能提高容积率 甚至是持反对意见的 透过下一张图表 我们也开带您关心 这是林传媒他们当时 有报道的相关内容 包括就是在反对的委员 他们都被撤换掉了 像是在2020年7月底的时候 学者黄台生还有曾光宗 他们当时就在会议中 明确的表示了 补救方案涉及都更计划的容积奖励 并不符合都市更新条例的规定 包括是曾光宗 还有学者郭忠端 他们都曾经持反对意见 另外还有这一次 同样受到瞩目的是宋正曼 也就是宋楚瑜的女儿 他同时也被约谈 也被讲出了 他当时在会议中 他就有明确的讲说 金华城案其实并不是用 都管都更还有委老条例 所以在这些委员 他们从头到尾都是持反对意见的 但是诡异的是在2021年9月9号 也就是最后一次拍板定案的时候 风光是黄台生曾光宗 还有郭忠端 他们三个人在这期间已经被撤换 而宋正曼则是请假 所以这些人都不再也让人起疑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话题 好主播带大家来关心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他卷入的病案 而在今天呢 检方启动了约谈的动作 约谈的是谁呢 就是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 最主要会谈他是因为包含了北市科 还有金华城的两大病案 那彭正生他今天早上9点10点多的时候 来到台北地检署 经过两个多小时停讯之后呢 他走出地检署是对外都没有发言 不过他到底为什么被约谈呢 透过读卡但影来看到 最主要就是柯文哲他任内的两大弊案 首先就是北市科科技园区的弊案 当时呢T17跟T18的这两块地呢 三个基地是分开招标的 柯文哲他任内呢 涉嫌是下修了权力金的底架 最后让谁得标呢 就是星光人寿 或许大家对星光人寿不陌生 因为这个关系呢 就是柯文哲当时要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的副手就是星光人寿的小公主吴欣盈 所以柯文哲他现在被质疑 难道是在替星光人寿开后门涉嫌涂利吗 那么另外一个案子呢 也就是吵得沸沸扬扬的金华城改建案 因为柯文哲他钦签了 被传说钦签了金华城的改建案 容积奖率达到840% 那这个奖励跟公益性的回馈措施 对价关系是否有正确 是否对称呢 这个部分检方也都还要查 那么今天台北市的前副市长彭震神 他被约谈之后 检方给他强制处分 他是被尽管限制出境出海 还有限制住居的 那么针对整个案子呢 柯文哲其实还有另外限一个就是夹账的争议 他之前在任内的时候 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 他的政治现金的账目的部分 有涉嫌有这个标示不清的部分 正在这个部分呢 他今天下午也同样会开记者会说明 但是他会回应北市科还有金华城 包含他等等的弊案呢 就看他今天下午两点的记者会 以上像掌握到这些消息 再把镜头交还棚内 彭震神今天早上呢 到台北地检署应讯 而身份是被告 这让金华城容积率争议 案情持续升高 根据了解彭震神今天呢 被约谈主要是检方希望 他能够说明金华城案的决策过程 不过北京以侦查 不公开为由 不愿向外说明 由于彭震神曾经在访谈中 提到自创的容积奖励 20%是由贺文哲亲自签字 因此引发争议 而这个金华城的这个容积率案呢 高达了百分之八百四十 容积奖励跟公益性的回馈对价 是否相称 都委会通过 有没有市府高层的介入 都是检方调查的重点 其实柯文哲任内 除了金华城改建案之外 还有北市科园区设定地上权案 都被外界质疑 图利业者 北检今年五月接获告发 专案小组也以证人身份 约谈了北市都发局 还有都更处的相关人员 不过今天彭震生 却是以被告的身份 被检方这个传唤 是否代表检方 掌握到了其他证据 让案情升高 都有待台北地检署 来持续厘清 这是目前掌握到的讯息 主播 我刚刚讲柯文哲 然后李文娟 李文忠 然后端木正跟陈沛景 第一个告背信 第二个告违反政治现金法 二十条 二十二条 二十三条 然后涉钱洗 洗钱防治法 那钱洗来洗去 然后而且他用假 他根本就是用假的资料 让监察院的公务员 财产申报处的公务员 登载不死罪 此公务员登载不死罪 我们告这四五项罪 不管金华城 不管这个涉及的 这个洗钱案 这个背信案 几千万 动辄几千万 几百亿别 我觉得 他对小草很残忍 他到投票前几天 还跟小草募款说很穷 你钱这样洗来洗去 我认为他是全台北市 有史以来 可能第一个要坐牢的台北市长 而且出这样的人 做八年台北市长 我们台北 身为台北市民跟市民 觉得很羞耻 台湾称后林玉婷 在巴黎奥运 是在为台湾拿下一面金牌 而国民党主席 朱一伦 今天上午的时候 也在党中央来庆祝 是特别的发放了鸡牌 以及珍奶 要来和国人一起享受 这个光荣的时刻 只是朱一伦 也被问到了 因为包含现在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 因为竞选经费的争议 疑似有做假账的一个情况 来听一下 朱一伦他是如何回应 我对柯主席遇到目前这样的问题 我相信所有的这些候选人 对于这个政治献金的申报 都会都要受到社会的检验 那尽快的赶快厘清 这是最重要的 那柯主席的这些幕僚很重要 幕僚一定要把这些详细整理的过程 还有这个申报的资料 或者是相关的证据提供给社会 以遭公信 好 我们听到呢 因为其实呢 朱一伦也有会计的一个背景呢 他也强调了这个柯文哲的 所有一些政治人物的 这个政治献金呢 都是应该要受到检验的 也希望柯文哲呢 能够尽速的来跟国人来报告 以上是这些消息 这把时间镜头 交代给彭内主播 再过几个小时 我们就要把我们清查的结果 很郑重的对外说明 那我在这边 可以先告诉大家的事情呢 原本发现里面的一些款项的单据 似乎有遗失的状况 但索性 经过了清查之后 都晓出来了 四超猫这种 透过断章取义 想要带风向 然后呢 刻意的让人认为说 好像我跟这家公司 之前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这边我要严正的抗议 而且我要郑重的澄清 我跟这个时间公司 除了帮他上架影片之外 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跟妻子怎么样 就是有原谅他了吗 我们今天没有送到头 下午有这个 下午两点有记者会 你们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摆好 我手臂跑在这里 我还挤在这里 那因为现在这个演唱会的金流 也被质疑 因为当时候你说是募款来用的 那到底算是募款 他这种不在话背说只有用三个月 是用天价的砖皇背怎么来看呢 外界有说这个查账的时间 好像有点查太久了 18万 好可以看到从画面上 柯文哲对于记者任何提问是不回应的 柯文哲竞选团队在大选期间 政治现金申报过程出现了问题 经过全面清查 下午两点钟 柯文哲以及当时的竞选总干事 黄珊珊还有副总干事 陈志涵等人都会出面说明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陷入作假账疑云 又有新爆料指出 刘建敏为时间的公司 2023年7月突然改名 就向柯文哲拿走千万宣传费 包括10月拿到影音制作专案700万元 11月再拿200万元 12月又有广告费100万 夸张的是账面上座整合行销 实际业务根本都不拢 那个维数其实很漂亮 加起来就是1000万 但像这家公司 它的经营的状况看起来 跟影音好像有落差 就做居家作肉园椅 然后去接柯文的影音的案子 所以它用钱的标准 会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艺善 接着查该公司地址 发现是一家商务公司 至于时间根本就是人头公司 上头登记的负责人贺林又是谁 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他们就是按照他的公司电话 打过去就会计是事务所 整间公司疑点重重 点进脸书粉砖 按赞更只有个位数 看起来毫无知名度 为何能接获千万金流 柯主席的清廉危机 争议再添一笔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金流 疑点越来越多 现在国民党议员周小平 假如战局 声称8月10号 一早要付北检出面指控 柯团队做假账 今天我回去按您申告查 这三张是不是伪造的 戴女士说坚决查过 没有开这三张发票 上穷 碧落 下黄犬 找了快递车开过会 没有 媒体人王伟焊也说 民众党这一次的正义 有三个问题 乱报 福报 没有支出却已申报 涉及公务人员登载不实 原来先前 柯文哲静总 委托尼奥以及石乐 两间公关公司办肇事活动 殊不知 同为两间公司的负责人 戴地霖声称 民众党声报三个款项 高达916万不存在 而这戴地霖被报 他是时任柯文哲竞选总 还是黄珊珊的好友 但是友情似乎已经变职 既然是朋友 他就打电话 就这事情发生 就打电话问黄珊 黄珊大概有一两天 已读不回了 蓝营不断爆掉 绿营现在同样警告 科团队过去版的活动 三个字有问题 就连媒体员也说 民众党必须说清楚 柯文哲在内部的账务的资料部分 还有他申报到监察院的相关资料 到底有没有相符的状态 康恩君指出 柯文哲选举时辰 声称要唱歌筹钱 而这场演唱会的 净收入为77万多 被公关公司木可给收走 幻想却没有出现在申报项目中 继续追柯文哲进走跟木可公司的关系 去选战 柯团队付授权金 委托木可处理竞选小物 礼计送货 仓储等业务 在今天公司的董事长 是柯文哲心腹李文忠的妹妹 李文娟担任 李文娟被爆掉 同时身兼柯文哲进走的财务总管 另外木可公司外聘的顾问团队立顶 担任木可跟立顶联系窗口的李婉萱被踢爆 身兼柯文哲进走原告 民众党如今深陷青年危机 曾说民想青年青江安乡土 是他实践的柯P 现在白秋于绿 更胜于绿 柯文哲心证不到 这个当然不合理 被你们踢爆以后 他就说不是 这个1300是我柯文给木可的 不管是仓储 营运 送货 这些钱 然后这个钱的流向不明 这就涉及背信 因为你的节余款选举 不管谁捐钱给你 你不愿意放在基金会 不愿意放在协会公益团体 而成立一个公司 那后来就木可 那后来这个陈佩琪也不放心 李文忠 李文娟 这个他们的这对兄妹 所以自己用儿子当人头 成立一个公司 他现在还是公务员 公务员用 用这个假的行号 用自己儿子当人头 弄个虚设公司 这个我们也要 也要来告他 然后这个最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不管总统或选议员 立委申报 其实不用实体证明 我简单讲 就是你要存五年 像我们都要存五年的一些 这叫支出评证 不管收据 不管特别是发票 然后我认为 极可能是伪造的 第一个就是 你这家说没有 这个代导说没有 第二个 其实你们知道 我们报财产申报 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有多简单 他不用影音本 就是这三笔 九百十六万的钱 他只要写 写这个 尼奥的公司的 公司名称 然后统一编号 然后公司住址 并不需要影音本 这三张的影音本的 那个发票的评证 不需要 所以是非常好伪造的 我在这边要问端木正 你帮他做这个账 你是会计师 请柯文哲下午两点 拿出这三张 你要的公司 然后这三张 九百十六万的 正本发票 他现在一定要 一定要保存五年 这是监察院 财产生贸主要是我们 参选人 这样的做法 所以请他拿出来 下午两点 所以钱这样洗过来 钱洗过去 所以我们要告 这五几个人 最重要是金流 我们没有公权力 这个台北市民 带导找我诚情 我们就要拜托检察官 现在要保存证据 我觉得要发动强制处分 要搜索等 一定要查那个证本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所以呢 我们今天一定 拜托拜托检察官 一定要查金流 钱流过来流过去 四五千万的钱 还伪造了九百十六万 我觉得是非常 可恶的事情 列员 那你怎么看 当时柯文哲在竞选的时候 还跟这个小草 现在来募款 那现在又爆出这种 金流真假账的问题 不觉得 罔顾这些对他的事情 不管金流华城 不管这个 这个涉及的 这个洗钱案 这个背信案 几千万 动辄几千万 几百亿点 我觉得 他对小草很残忍 他到 他到投票前几天 还跟小草募款说很穷 你钱这样洗来洗去 我认为他是全台北市 有史以来 可能第一个要坐牢的 台北市长 而且 出这样的人 做八年台北市长 我们台北身为台北市民 跟市民觉得很羞耻 吴一轩 他对于你的指控 他之前就说 你是有蓝皮绿骨 那你怎么看他这种 批判性的 吴一轩从脑不清楚 我不理他 他不值得回应 不重要 今天一共是告你这些 罪名 好 这五个人嘛 我刚刚讲 柯文哲 然后李文娟 李文忠 然后端木正跟陈佩锡 第一个我告背信 第二个告 违反政治现金法 二十条 二十二条 二十三条 然后涉钱洗 洗钱防治法 那钱洗来洗去 然后 而且他用假 他根本就是用假的资料 让监察院的公务员 财产承报处的公务员 登载不实罪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 我们告这四五项罪 一千三也有 一千三也有 好 听到 钟小平议员呢 他是说他要提告 柯文哲违反背信罪 政治现金法 以及涉嫌洗钱防治法等罪嫌 而他也强调 要柯文哲在今天下午两点 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要拿出三张 总共九百一十六万元的 正本发票 来证明他自己的清白 有九百万的真有招子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被质疑竞选经费做假账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没有回应快步离去 但身旁的工作人员却很抢戏 一个出面护驾 镜头外还有人猛吹哨 制造噪音企图盖住记者问话 柯文哲争议连环报现在被踢爆 总统大选政治现金申报不实 更有厂商发澄清没收到申报的款项 民众党透过声明致歉 有三笔政治现金申报资料 经查为账务处理瑕疵 将尽快补证资料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 该笔账的签证会计师端木正 身份并不单纯 同时具有民众党部分区立委候选人等多重身份 客文哲如今蜡烛多头烧 因为他的夫人陈佩琪 坦诚用儿子名字开公司引发外界质疑 他说公司从7月底才开始有正式账户 至近一个星期多都还没开始有运作 所以他还算是有犯意但未有犯刑 请法院从轻量刑 只是陈佩琪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和平妇幼区的小儿科主任 具有公务员身份 依法不得兼任盈利事业职务 现在柯文哲接连爆出争议 只怕青年形象已经打了折扣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好的 关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竞选总统期间的政治现金 被质疑有做假账的问题 当时承办活动的两间公司 是纷纷跳出来澄清 柯文哲申报的三笔款项 大约900多万的账目并不存在 而柯文哲面对争议呢 是早早的时候是下令说 希望可以全面清查 不过他却临时取消了 原定要出席的这场水乐园活动 改由民众党人立委黄国昌 来独自面对争议 带来听他稍早的说法 我当然百分之百相信柯文哲主席 柯文哲主席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 平常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生活习惯 基本上就是一个公务 基本上就是一个工作坊 所以我一直要老实跟大家讲 你们刚讲的那几家公司 我真的是毫无所惜啊 好面对相关的质疑 黄国昌是再三的强调 他绝对百分之百相信柯主席的清白 但为什么相信呢 黄国昌被问到这个相关质疑 与民众党的人事有没有关系的时候 黄国昌的回答呢 是一律推说他其实并不知情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 看起来是横廷老公 面对绿营惊要进华城容积率奖励案 就是柯文哲亲签造成争议 前立委郭正亮甚至预言 柯文哲生日这礼拜会发生大事 甚至传出陈佩琪要入党 当被位主席来做危机处理 我确定是退休之后才考虑要入党 我不太知道被位 我先生当主席当得很好 陈佩琪在庭丈夫 柯文哲本人也很有信心 不怕被查 因为他认为这案件经过都委会 以及三个专案小组审查 这个案子如果一开始 没有柯文哲的收件交办指示 后来没有都法局长黄景茂 跟彭前副市长的后续执行的话 根本不可能进入都委会审查 身为金华城专案调查小组 召集人国民党议员游淑惠 认为柯文哲把案件 推给公务员跟程序非常没有担当 一切的始作用者不正是柯文哲市长的指示吗 所以今天柯文哲市长应该为自己当时的下令跟政策指示来做辩护 而不是一直把责任推给基层的公务员 面对议员一再指控 柯文哲虽然想冷处理金华城案 还说大家都很清楚 但整起案件除了议会调查小组 间调也在侦办当中 师傅强调会全力配合 让金华城案真相水落石出 议会专案小组20号也开会要查案 这回蓝绿毛起来定案 就是要给民众看看柯文哲说的 与调查结果是否相符 东升学员陈明胜练就好 李如台北报道 我就要问问柯文哲 为什么金华城对你来讲这么的特别 你要用这么的关爱 用这么大的心力来照顾金华城 台北市金华城案叙烧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坚决否认 自己有亲签荣基奖励 民进党议员简书培 拿出向北市府所资的资料证据再打脸 为什么在法律没有依据的状况底下 他居然可以用专签的方式 他居然可以找专家学者来帮金华城讨论 然后帮金华城解套 根据曝光的所资发现 柯文哲八年市长任内 唯一专家学者会议就是为金华城解套 另一份唯一亲自签准的民间机关提送 都市变更计划也是和金华城有关 他更有三次的会议上 直接才是要协助金华城容积案 可以去清查一下这八年来 柯文哲市长还曾经对哪一个案子 有投入这么多 蓝绿要柯文哲别再闪躲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前幕僚吴静怡更指控柯文哲 2024大选募款基金 一次全流入募可公关公司 因为募可的董事长和柯文哲私人基金的董事长 就是柯文哲的好同学 前北杰公司董事长李文宗 每笔捐款的收入或支出都清清楚楚 也依法向监察院申报 民众党出面驳斥 柯文哲65岁生日面对议员和前幕僚 送上的两大贺礼 可主席日后还得好好给社会一个交代 东三新闻真正中心综合报道